欢迎收看订阅文君线 我是就位苏宗盈 很多人买车每天都开 但是如果家里面有车是闲置的 一直放在那里好吗 我们常听人家说房子不住它会坏 那车子一直不动它 它是不是也会坏得快呢 那如果今天有一台车 它时不时的需要动一动它 需要养护它 闲置的车该怎么样来保养会比较好 甚至于让它有机会能够旧翻新呢 今天我们有实力来分享 同时好好来聊一聊 大家的这种翻修心得 首先来看了这一台车 格兰特 哇 这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对吧 Sephiro Nissan Sephiro这一台车 等一下来聊一聊它的历史 它的定位 这个旗舰的代表 高级的这种代表 今天的这一台 靠我们刚刚的主题 就是好像有放了五年 对 没有开 对 那现在的状态怎么还可以这样 对 其实如果说不说的话 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联想到 它是一部Sephiro 那其实这台车目前能够展现出这种 完全这样不同的风格 其实车主前后大概花了六十万的费用 去整理它 那也不少 对 那大家可能想说 为什么我要 车主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整理它 是因为这台车是车主的爸爸 留给他的遗物 那特别有情感 特别有情感 那当然这台车在整理之前 也在车库放了五年的时间 所以是他的父亲生前非常喜欢的一台车 对他们 对他父亲 对他个人 或者是对他家里面 其实都有特别的意义在 那放了五年之后 车主可能觉得说 不行 我不能够让这台车 一直停在车库里面 如果他一直放着不动它 是不是最后只能报废 对 因为你越不维护它 后续当然它可能一些耗材 一些板金的一些生锈情况 它就越来越严重 对 到后来你可能你也懒得整理它了 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台车它怎么整理的 还有说 它在整理的过程当中 势必会遇到一些障碍 会不会 怎么排除呢 对 这个我们来会 一个一个来做介绍 那我想说我们先来 把它整个重点做一个扫描好了 它要这么低趴吗 这个车主的风格 你觉得他还是走一走 什么样的路线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车主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 那他想要让这台车 在台湾的道路上继续奔驰 然后去缅怀他爸爸 当然他要的不只是 让他可以在路上开 也希望他能够用 更不一样的面貌 符合自己的style面貌 来在台湾的道路上奔驰 所以他也前前后后 花了不少的时间 除了翻修之外 他也帮他做改装 那我们看外观的部分 这个漆面 其实看起来有点绿色 又有点金色 其实它不同光线下 会有不同的变化 是因为它这个漆料 车漆是其来有制的 它是采用的是跟Porsche原厂的 有一个漆料名称叫 Aventuring Green 中文名称叫沙金绿 的一个漆料去喷涂的 所以我们看到到这个颜色 其实它非常典雅 我自己是觉得很适合 Safiro这种大车来使用 因为这个颜色 它是用在大车上面 会特别的有样子 特别有样子 因为小车大家就觉得 你颜色就鲜艳一点 跳一点 但大车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要沉稳 是的 要沉稳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车头部分 它做了什么 这个是发亮吗 对 这发亮的 这发亮的 这车主的自己的巧色 然后还有这个牌子 我们现在看到发亮 会想到什么 电动车 对 而且你看 这个logo是目前 你上最新的家族 VMotion 对 他把它缩小 放在这里 好有意思 而且这个东西 它不是车主自己 无中生 它是取自己日规 March 有一个特色车 叫Nissimo March 车上的原厂配件 然后把它改上去 只是说它原厂 Nissimo March 上面是镀铬的 它把它喷成钢琴的烤漆黑 再装在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这里是镀铬 我觉得反而没那么好看 对 然后车灯的部分 是这个车灯 头灯的部分 它也是利用日规 Serviro Wagon的原厂的 日规的头灯 但是它里面的灯组 它要做 拆开之后 做重新配置 一边是鱼眼 然后一边是 复合式的LED的 这个车灯 然后可以让它 晚上的时候 照明亮度再亮一点 它在找各个零件 要改装 或旧翻新的同时 其实说真的 那规格都不一定相容 对不对 不一定相容 所以它等于还要再 重新处理过 对 有时候你找不到 你就要想办法 无中生有 让它跑出来 这很难 很难 要非常的有耐心 而且最重要是要有一个团队 愿意帮你做这些事情 因为车主自己一个人 也不可能搞这些 而且这样会不会 它买料的时候 要买Double来备用 有可能 有可能你就是 第一次不成功 或者是拆这边可以用的 然后拆另外这边可以用 然后把它合成一个可以用的 对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成本 也要垫很高 对 成本垫很高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那毕竟是因为 有爱为基础 没错 就是爸爸喜欢的嘛 对 然后钱包感 这一组钱包看起来 很像原厂 但是事实上不是 它是日本改装品牌 叫Outtake 那Outtake这个品牌 其实它本身也是专门 为你上汽车 推出空力套件的一个品牌 是 所以它换了一个 Outtake的钱包感 那至于旁边的这个雾灯的部分 则是沿用自苏巴陆 达巴S的原厂雾灯 然后这个日行灯 则是欧斯兰它售后市场的 一个日行灯 对 其实整个潜力 我们这样看起来 完成度蛮高的 对 完成度实际是非常高的 然后接下来我把引擎盖打开 我们看一下它的引擎 好 这台它的年龄有多大 它是1998年的 然后动力的部分 其实它引擎并没有特别的 去做强化 因为它也是尽可能 就是透过翻修的方式 让它维持它的妥善率 跟它的健康的程度 那翻修的重点会是在于 这些橡胶类的管子 比如这是近期的 因为这是最容易劣化的 对 橡胶类的油管 水管之类的 还有就是水箱 它也有换新了 然后包括后面的这个风扇 包括里面的水泵谱 都有换新了 而且它还有改一个东西 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听起来好像是 对 很不错的家分享 对 很不错的东西 感恩他们笑人家 一定都有原因的啦 对吧 然后我们稍微再往旁边走一下 就是这个气压悬吊 对 气压悬吊 因为它可以改到长轮 就是因为它换了这个 Air Force的气压悬吊 是 所以它可以改到这个长轮 然后轮圈的部分 目前看到的是Race的 19寸的锻造轮圈 那搭配这个多活塞卡钳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轮拱满 然后尤其是大车 你把轮拱满的时候 其实你在路上行走的那种气势 就有了 自然而然就有了 对 是自然而然 然后其实你知道吗 外观的整理 尤其是老车外观整理 最费功夫的 不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东西 最麻烦是什么 最麻烦是胶条 我刚刚就还讲 第一眼先看胶条 没错 如果你摸起来 或你看起来不OK 你旁边你说七面再多好看 那个车就显老 重点是胶条不能无中生有 因为它是专车专用 那怎么办 对 所以车主其实 他从国内材料行也有找 可是没有办法找齐 后来他又从日本的拍卖网上面去找 前前后花了很多时间 也花了不少钱 大概五六万的费用 才有办法全车这些外水切 门框的胶条 包括里面这些隔音的胶条 这些里面隔音的这些胶条 全部换新 然后包括前后挡的这些外框的胶条 全部换新 其实这个也是老车翻修 都会遇到的问题 但既然要翻修 要有一点心意 你看它的测曲 对 它的测曲 比较炫 比较炫 走一个比较酷 对 而且它是选择 白色的碳线 是的 是的 然后内装部分 原则上有三个重点可以看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方向盘的部分 它这方向盘不是Serviro原厂 因为我们看到它上面很多控制件 这方向盘是流用 是这个Nissan X-Trail的 拿X-Trail的方向盘来 来装 对 是可以直上吗 当然不行 对啊 怎么可能呢 里面的那些枪管结构都一定要换 而且重点是 它旁边那个音响控制件 跟它后来车主加装的这个安卓车机 是可以对得上的 所以它开的时候 可以调整音量大小渲台 这个都没有问题 它是选择很有经验的店家 来帮它做这些配置 是的 是的 因为它如果没有经验的话 等一下要处理的会更麻烦 没错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下面的刹车油门踏板 都金属踏板 而且多了一个 为什么 因为它这台车 它换了五速手牌变数箱 那大家可能想说 手牌变数箱怎么来的 事实上 Sephyuro 2.0当初一开始引进台湾的时候 在2.0的车款有少量 手牌选项 手牌选项 五速手牌选项 但很少耶 很少 少到说 而且那个时候的变数箱还留得下来吗 对 少到说车主去沙漏厂 去买这个手牌变数箱的时候 沙漏厂老板还跟他讲说 刚刚有手牌 对 手牌真的有吗 真的有就是在那儿 做给计程车的 做给计程车的啊 那当时就是数量很少 对 然后还好有找到 那他算幸运有找到 有找到 重点是他自己想要把它改成手牌 对 改成手牌 因为车主本身他其实是非常喜欢操控跟驾驭 他手上也有曾经开过M3 我说实在话 一台老车闲置五年没有开 就是二十多年 本来要翻修零件就已经够伤脑筋了 他再给自己加一块 对 给自己难题 再给自己增加难度 我只能说你真有想法 很厉害哦 所以他这个武术手牌变数箱是密尺的 然后搭配现在的动力 其实我们有稍微估算 0到100 要跑度7秒多是两两 是可以哦 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原厂自牌变数箱 就已经跑到8点多秒了 好 蛮有意思的 而且他不只是换了方向 换了手牌变数箱 你看一下他有没有手刹车的拉比 没有 这个年份的车 怎么可能会没有手刹车拉比 因为这年份都是钢手式的 为什么没有 因为车主把它改掉 改成电子手刹车 这个逻辑实在很特别 你知道为什么车主 会把它改成电子手刹车 因为他觉得原厂的拉比 会占到自卑架 对 所以他把它 为了节省那个空间 他把它改成电子手刹车 那他怎么改的 他那个按键的部分 它是流用BNWX6的按键 然后后面的电子手刹车卡钱 它是流用苏巴陆WX6的 原厂电子手刹车卡钱 然后重点是 这两套系统要能够对得上 还需要找一个IC的工程师 帮他做一个控制盒 让你按了这个东西之后 要送多少秒数的电 给后面的卡钱 要算得出来 因为按了之后电就没了 我跟你说 我们做菜要先备菜 备料 你要准备什么样的料 你要有一些逻辑跟想法 你刚刚讲的这些 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你会觉得 风马牛不相及 他们怎么能够拼成这样 其实就是代表说 车主其实他背后 有一个很坚强的团队 在帮他出 对吧 因为不然的话 你要怎么想说 我这个部分去找X6的 我找速霸路的 我用X3的方向盘等等 有时候我们在看 人家改装的时候 其实特别有意思 是在这个部分 他想到了你没想到 或者他做出了 你从来觉得不可能的 这样的试图 而且他锁擦车 这个按键 按下去跟拉开 车主怎么知道说 我锁擦车有没有放 所以他必须要利用 那个控制盒 再送一个 刹车警示灯的讯号 给仪表板上面的 这个刹车警示灯 让他可以亮跟按 这样车主才会知道 我现在锁擦车 是不是锁住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工程师 到底有多厉害 工程很浩大 然后对 我觉得确实也是 改车一个乐趣之所在 因为你在摸索 对吧 其实说车主的天马行空 这样会搞死这些 我也觉得 而且钱花了不少 对吧 但是无论如何 今天成品来了 我们就看到了 是有人会这样子 完成自己的一台 旧翻新的车 对 他不只是把它翻新 他把它加了很多 自己想要的 因为这些钱说真的 你可以用在 显而易见的地方 例如说我椅子 对 我换了很帅的 Riccaro 等等等等 他反而不走这个路线 对 因为太多人改了 也许 他可能会认为说 那个用名字 我这样更特别 对吧 对啊 然后包括这雷斯椅套都是 那时候新车 买车的时候就留下来 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但是因为椅子本身是 坐在上面的人的回忆 对 我觉得不动好像也有道理 然后还有车车有个特别值的地方介绍就是这个 名字 这个郑文华 其实就是车主 爸爸 对 爸爸的笔记 然后他爸爸那时候是在台湾新生报当特派记者 所以 所以我们的 是我们的前辈 对 所以他特别把他留在这边 然后去怀念他的爸爸 好有意义哦 对 然后我们走到车尾的部分呢 车尾要介绍的就是他这个 对 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先讲尾灯的部分 我看到我的一号字 我都忍不住笑出来 这尾灯是日规的尾灯 虽然说它看起来跟台规Sofiro很像 可是它是日规的尾灯 然后后保感也是outtake的后保感 改装后保感 那车尾其实最大亮点是在这行字 就刚刚过去 一看就在 我们的镜头一戴到 观众朋友应该也看到了啦 对 就是 这个品牌如果没有Sofiro 当时其实说真的 会有很多太大的挑战 对 其实也就代表说Sofiro这台车 在当时对育龙来讲 其实它是有 无可取代的重要性 跟它的意义 绝对是 好 那看到 连尾管看起来 对 也很有样 对 都是走VIP的一个风格 对 好 所以这台车 既然说 育龙没有我就倒了 车主会写这么一句话 那势必就代表着 他有如此的代表地位 谢谢感恩特 谢谢车主 雷米达 是 这台车应该 你也有满满的记忆点 对不对 对 这句话是真的 如果这个尼桑没有Sofiro的话 真的 那个时候 我这样讲 在当时 他的这个主力产品 Centra 跟这个霹雳马 真的是已经 我可以用落日穷除来形容它 那个业代 汽车业代 跑的跑 逃的逃 不好卖 然后竞争对手 大家都在进化 然后我们剩一个 这个夕阳产品 我爸当年就在尼桑 他说这台车他没卖到 因为他就是在这之前 就先走了 受不了 他后来后悔了没有 然后那时候就是Sofiro之前 卖331那些 都卖到快不行 他觉得好像车子 很难支撑自己 他就离开 去坐中午车 好 结果就来了 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颜凯太进来 玉龙之后 哎 这少东嘛 要有点作为 他真的去买了一台这个 老斯莱斯 来研究他的宁静度 研究他的配备 民情的平顺 哎 对 那在这个当时哦 这个汽车有ABS 跟这个所谓的双胺 那时候还叫安全气囊 就已经算顶规了 就算不得了了 Sofiro立下了哪些典范 前所未有的呢 比如说这个车窗窗窗 窗帘 那时候车 哇这还有窗帘呢 而且你看那时候都讲 Sofiro的气质 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那个呃后 后档的电动遮阳帘 然后呢 更厉害的是按摩椅 那个按摩椅跟现在这个 当然不一样 它是气压式的 邦普去打 然后有这按摩椅 那最重要最重要是 以跟其他竞争对手 比如说当时的这个 Toyota是Azio ToyotaAzio 那是比他小一号的 那他呢 可以这样讲 就跨急距的这个破坏者 而且他那时候还有力标 对 那时候 对哦 那个旗舰车型一定要 如果我没记错 那时候反正大家讲 兵士就是黑头车嘛 那么气派 那时候台湾也有 各个黑头车 然后呢 就再来就是说 真的是他一个大车 给你一个3000cc的 这个规格跟享受 然后动力部分 给你两个选择 有2000V6跟这个3.0V6 所以他在他当时 其实以那个时候的 这个国产车的售价 大概是六七十万 就算不得了 那他就一下 3500一出来 把你跨到将近百万 把那整个格局往上拉 拉上来 所以那个时候呢 真的以国产车的价格 国产车的配备 能够去挑战双逼 真的非Serviro 没有 无人能出其用 巷子里面通通是这台车 那如果你跑去买冰室 旁边邻居说 你傻子啦 买这个就对了 对吧 就是说我们台湾自己也有啊 而且那是现在 大家因为有环保概念 有这种什么 什么税金要省 所以买小排量 以前2.0 3.0 一定要买 是 那个3.0 是一个气派 我只是3.0 那个时候是不得了 那时候的油 我记得好像才19块 还不到 对 超便宜的 所以就是爱板桃 Serviro 那个时候真的为整个品牌 奠定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启 对吧 那如果我们话说从头 那以前还有哪一些 直到今天你会觉得说 哦 其实他们都算是一时之选 红翻天的国产车 除了Serviro Honda也会讲Accord 对啦 Mitsubich的Gallon 然后Camry 其实Camry后来出来的时候 有去威胁到Serviro的位置了 对吧 还有就是福特的Mondale Mantro Star 刚刚2000有说 自己的爸爸本来在玉龙 Serviro我真的是满满回忆 其实包括我自己的岳父 他也是开Serviro 开到很多年 然后后来还有那个 其实这几台车 大概在我卖车生涯里面 都有接触到 都有接触过 也都卖了蛮多台 然后包括 没错是他后来也比较少 因为没错是他后来 他环保台值的东西比较多 嗯 不过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 Honda Accord 那刚刚这个 这个Accord是K9吧 K9嘛 那我 这K9 那我其实之前有遇过一个客人 卖我一台是这个K5 是90年的K5 人家说现在都是在讲 玩90车距嘛 90嘛 所以这个当年我接手这个是 1990年的K5 然后2.0美规的 这台车其实那时候很特别的是 因为这个客人他也是 他的爸爸是一手的 那爸爸把这台车 所以也是接爸爸的车 对 然后爸爸是全新车 然后只跑了8万公里 里程中很少 非常非常少 然后车子的内装保养之完整 因为这台车对他爸爸来讲 他还是保留了当年他那个时候 买回来的那种气派感 他平常是舍不得开他的 所以对他来讲 这台车子是爸爸 等于说爸爸现在年纪大了 没有办法开了 然后他爸爸交给他以后 他自己也有别的车了以后 因为他有一些小朋友 他这台车比较不符合他使用 但他的车子呢 可能没有什么改装 是完全维持原厂的状态 那车子的部分来讲 我必须说 当年的车 因为也比较没有那种 环保材质的问题 所以其实他的内装的完整度 是非常好 包括那种质感跟纹理 都还完全在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 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灯 是用玻璃的 所以他用玻璃的灯 就没有现在我们常常遇到这种塑胶玻璃 这个现在的这种塑胶灯 他会有这种老化 会雾化的问题 他是玻璃的灯 那第二个呢 是他这个方向 那个这个安全带 他是这个 像我们以前看那个电影的 会像绕这个马达 绕上来这样 我觉得哇 玫瑰 对玫瑰 那时候就上去 不用再别 你只要别着直接上去 他就直接帮你系好 不用在那边去找 那第三个是 他的这个天棚是纯皮质的 他这个皮质天棚 满满的高级感 真的很很高级 然后你就觉得说 因为其实像我在接触车子以后 我遇过很少遇到有这种 就是皮质的天棚 那我真的遇到皮质天棚 我就想到那种 好像早期那种 美国那种 什么凯迪拉克啊 那种车型 上面都是整个真皮的那种感觉 摸起来的质感 然后重点是这台车 其实他的内装 自己是没有整理过的 那所以爸爸竟然这样秀喵喵 他所有的资料什么什么 也都保存到极权 他完整到就是包括买的发票都在 然后保养记录啊 这些都是完整的 好像说妈妈平常是锁在 锁在 因为爸爸就是 爸爸就是认为 这还是当年那买了接近快有百万的车子 所以他就把这些车子的资料 都完整的收起来 平常还不给别人动 他是今天卖这台车 他是舍不得 但是他知道他车老了 他给他儿子有一个任务 就是这台车不能报废 那你这台车后来转手出去 后来有转手 也是卖给一个懂车的人 那他就是喜欢这个车型 其实这台车到今天 我有时候还会接到电话 有人问我说 这台车还有没有在 真的吗 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车真的很经典 他那个车型 他包括车头的造型 其实大家都还是觉得 那当然这台车已经转手 那这个人他还是 还是在持有当中 不过这台车的车况 所以他并没有说转棘手 又继续这样子 没有没有他就是买回去 他就是先收起来 他是收藏起来 对啊 但是比较可惜的一点 但是他的那个椅子 原本是布椅嘛 他套了一个皮椅 他有东西去黏啊 这个比较可惜一点 不然你可以维持 那原厂的那个座椅的感觉 会更好 哇所以你看哦 十字今日还有人 回头要追的车款 30年的Honda Accord 那刚刚看到了 红翻天的Camry 对 这台车一出来的时候 那个销量也不得了耶 大家都说 Toyota的车 除了那个时候感觉 有一种旗舰代表之外 他们好像后来 越来越多数据去支撑说 他们的车开不坏 是不是这样 因为Toyota在那个年代 其实慢慢就是树立起来 它的经典 就是说它非常的耐用 然后零件非常的多 那豪华性也慢慢在提升 那像荧幕里面的Camry 它当初有2000跟3000cc的 他3000cc的那台 我记得那时候还要卖到 100多万的台币 其实会买真的是行家在买 因为那时候100多万 已经有其他的车给选择了 可是这个Camry 这个车子讲实在话 真是非常耐用 因为在国外 有一个就是 他的上上一代的Camry 也是九零年代的 然后呢 他车子发生了 有点吃鸡油的状况 然后回去就是说检查嘛 然后那个祭司一看 哇不得了 检查完之后 他用那个内视镜 去看他那个里面的 这些零件的部分 都非常完好 你知道这一台车 他已经跑了几公里吗 他已经跑了四十八万公里了 所以四十八万公里 他问那个车主他只换过 比如说电瓶换过三次 离额器换过一次 然后只有换过一些耗材 然后里面他吃鸡油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活塞环磨损了 然后老旧了 而且这款车本来就有这个通病 那这个把它换掉之后 其实可以继续再开很久很久 我举一个自己的亲身的例子 像我底下很多的 我的师傅他们也是开Toyota车子 我有两个师傅 他开的是瑞斯 那个瑞斯的车子 你知道那个那个马表 有一次我看到马表说你那马表怎么坏了 怎么公里数这么少 都没有啦 我翻了一轮了 他已经 九九九九九 已经九九神功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翻了一轮上去了 然后几乎我遇到师傅有在开这个 都是大部分都是Toyota车子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平常怎么办 都没有啊 就晒就对了 其实真的是开不太坏 真的 后来有一个机师的朋友 跟我讲一句谚语 飞机最容易坏的时候 是停在地上 所以你只要不断地让他前进 他就不容易坏 现在看以前的车 觉得老 觉得不够进步 觉得没有那么科技 但是 为什么要往回头走 因为他很耐用 同时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 如果你自己的车子 磕磕碰碰 有些刮痕 你要怎么样可以自己处理 平常车子怎么照顾 打人们的小朋友 上回来